IC梦想家 好 回到IC梦想家 我是蓝萱 继续和现场邀请到的 新星王子来聊天 好 我们刚刚已经进入到了 2021、2022到2023 对 那为什么是一个大派对 我们就比较大的角度来看它好了 2023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狂犯年 2021一个问题是说 因为2021木星跟土星合在水平桌上 这个事情是很重要 因为20年的循环 木星跟土星是20年的循环 它就会在 会20年绕一圈回来 一个走12年的循环 一个走30年的循环 所以它的合在一起的时间 就是20年就跑一次 20年跑一次 那听到水平桌这件事很有趣 因为水平桌对我们来说 在占星学来说 它谈到是未来的科技 它有新的突破 所以这20年一定是要重新做新的突破 对不起 它这个新的突破 一定会先从我们的不能来解决问题 我们的不能就是 我们被一个病毒打败了 那这个打败是全世界型的 打败了之后呢 可是我们科技能做什么 可是科技在这几年做了很多不同的事情 比如说我们在线上教学 然后居家办公 然后因为这样的关系 也重新去思考 全世界的全球布局 会被不一样 我们不能只是在依赖国际工厂的某一个地方而已了 它可能要区块化 要转分到不同的地方去 所以这也是很多企业界在重新布局的 没错 所以很多也可能发现说 很多慢慢的离开中国大陆 慢慢离开这个区块 转分到其他地区的时候 他就要去思考 这个地区的其他的供货链是怎么回事 然后海运链是怎么回事 我觉得新的方向在做一个新的突破 就从这个事情一定有一个 我们要朝更科技的方向去发展的时候 还有一个更人道主 因为水瓶座是我们刚才讲party 因为水瓶座本身 它就是party概念 所以我们是一个同好会 水瓶座是party概念 对 我们是同好会 那party就是大家有一个一致的想法 来共同进行的意思 不是我个人 我一个人在家里玩 搞party没有意思 吃了那么多 放了那么多零食 没有意义 我们一定要找朋友来 那这些食物 你这些朋友都喜欢的 我们才来开party 所以party本身就是 大家同好的概念 所以未来这个20年 在做很多事情的布局 第一个水瓶座强调是 自由 人权跟自由 那人权跟自由的时候 变成你的自由 我的自由 它是各自的自由的看法 那这个也包含我们刚刚 讲的自由意志 那可是这个自由 就不能伤害你的自由 不能限制别人的自由 可能如果大家都要自由 我觉得会碰撞 对 就变成大家要反过来 要更加互相尊重 尊重你的自由 尊重我的自由 那这个是所有的权 每一个人都有权 那这个权会变成说 用小众的权 开始放了 看了 不是你大众的权 因为有一些谈政治 都是大家共同的 可是现在发现 我们的政治 包含全世界政治 都会在 从更小的东西去看 就是我们要照顾到 更细微的其他人了 不但是只有大家的那个事情 就更多人 那个事情角度来看的时候 所以这个事情 已经会对未来 产生很重要的思维 那到了这个2023的时候 当沐昕进到白羊座 重新开始运作的时候 它的运作速度很快 上半年就跑完了 下半年就进到金牛了 所以很快 立竿见影 到了下半年很多事情 在上半年做的改变之后 下半年的成绩就马上出现了 这样子吗 所以明天运作状况很神奇的 所以2023年是这样 如人只要有耕耘 就很快有收获 是这个意思 2023的运的运发展 时间点 机会来的都非常快 所以火象星座朋友 比如白羊座 狮子座跟四合座 明天运就很好 因为前半年 木星一这样进到白羊座 太好了 我是狮子座 你是不是这样 我讲 四座更闷 四座闷两年 真的吗 2021跟2022 整个是被动的不得了 就很多事情 根本没办法去掌控 那白羊座还好 白羊座只有去年稍微闷一点 但是今年的状况 去年就 2022的无难跟无力 到今年2023之后 那整体的状态 开始有很多新的机会到来 火象星座有一个好处 只要新的机会来 它不会放过 我一看 这个对我是好的 为什么要放过 你说水象星座 还会想说 不害羞 可是 我讲火象星座 绝对不会 白羊四季跟射手 马上就立即 你看 火象有什么 就是白羊 白羊四季跟射手 还有射手 OK 射手 射手不是风 没有 先不然这样讲 他们只是比较直 比较 比较先射箭再画靶而已 哈哈哈 OK OK 它也是火象星座 但是射手座是这样子 射手座这一年也不太 2022年也不太顺心 2023年其实是有很多桃花的 而且有很多舞台 可以看到 那四座是有一个 有很好的贵人运会出来 但是问题来了 四座其实不太想要寻求别人的协助 我向别人求助 我是不是太弱了 好 会有这个想法啦 你望至尊大的那种 没有没有 我会觉得今年要事实上想 如果跟别人合作 或者是跟别人一块做什么事情 我可以得到更多的学习跟成绩 我何乐不为 而且我跟别人去做这个事情 成绩也很容易 马上互相就会得到 证明自己的能力嘛 我跟别人合作 别人看到我的能力嘛 那为什么不透过这个来 让互相都能够了解 大家的能力呢 所以要放低深蹲 放下Eagle 放下面子 对不对 而且虽然您够闷了 今年有机会赶快做啊 赶快变了 所以回向清楚这一年很好 而且我们刚刚谈到 因为下半年立竿见影 马上成绩就出现了 所以你就要思考的事情 不再是说今天这个事情做下去 然后呢 你会不会有太多风险 要担忧什么的 就是利比德斯的分析 不要太多 你就先做再说 不能做 他自然就不能做 不能说你不要管他 就做新的事情就好了 有太多新的事情要来了 所以土象星座好得不得了 哇 好 那其他的星座呢 土象星座 土象星座就是金牛啊 处女座跟摩羯座 土象星座今年呢 其实是在叙事待发 尤其在上半年 那如果是比较前面深的 比如说可能 这个 年头 星座前面的 比如说像金牛座 四月底深的 然后呢 那个处女座 八月底深的 摩羯座 十二月底深的 这个时候 到了下半年 整个孕就起来了 也就起来了 但是如果 比较后面深的 比如说 比如说五月中以后的 或者是说 那个 不要五月中 但五月上旬之后 五月上旬就是 五月十号左右的 往后面的 或者是 九月十号以后的 或者是 一月十号以后的 这 这个时候深的人 就对不起 他的孕 在新的这一年 有那时候要蹲低 蹲低 就是做好预备 预备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其实回头讲 土象星座一直都懂得 资源在什么地方 那我们如果可以重新整理资源 我把资源整理好了 我也知道我能做什么 所以我有资源 我有本事 我不用担心运不好 就默默的把我该做的事情做好 我还是有成绩 所以土象星座朋友 就是不要慌乱 你只要不慌乱 不要被情绪干扰 跟影响的情况下 你知道自己本事在什么地方 执行好这些事情 默默的 别人都不会管你 别人在做别的事情 你就默默的三碗弓都吃完了 这听起来也很好 是好的 所以土象星座 可是问题是土象星座会 因为我们在讲运势的时候 一定会讲到个性上的东西 因为每一个个性不同 碰到的时运状况不同 它能够解决 跟面对方法会不太相同 土象星座朋友很容易害怕 因为大观景看起来不顺 你都听到别人说不好 其实不对 事实上你本身 过去所做的东西还很好 就是累积 把这些事情累积起来的东西 只是可以转化 其实它就是学着转化而已 也透过这个机会 重新看到自己本事 没什么不对 不够从来学嘛 好就可以改变了嘛 因为到了2023年下半年 尤其月经年底的时候 到了2024 运营就整个翻上来 哇 OK 所以它基本上就要叙事再发 这样子 今天不是坏事 那水象呢 水象星座 然后我们最后还有一个风向 还有一个风向 没关系 您可以看水象 我们去想要水象 水象呢 比如说 它就是 巨蟹座 天蟹座跟双鱼座 嗯哼 那水象星座呢 其实在新的这一年 2022他们是不错的年 不错的一年 那不错也要他们能够好好把握啦 因为水象星座是不太会把握的 有的时候表现上很千让 其实是胆小啦 好不太敢去做 那所以如果你够勇敢 在2022做了蛮多东西的 做了很多事情的 这些事情的成绩啊 会在2023看到 嗯 所以2023的目的对水象星座 也是很多事情在做延续 开发结果 对在做延续 我明白你会把风向放到后面 因为风向可以聊一些有趣的东西 对 对 是这样的 对对是是是 但是我们先把水象讲完 就是水象在这个新的一年来看 比如巨蟹座来说 在新的一年 它转到了一个不能有情绪的时候 所以它必须要调整一下 不能有情绪什么意思 因为水象星座的巨蟹座 太容易有把情绪表现在外头 感受到 尤其是外在 外在很多情绪的状况 它照单去的时候又反映出去 可是在新的这一年 你不能有这些情绪 你所有事情必须要按照你的立场 你是这个立场 是这个位置做这个事情 你是总经理 你帮柜台小姐收什么 收什么快递 你不用 这不是你该做的事情 就是这个不同的位置 有不同的状况 照顾好这个位置就可以了 那情绪打掉 好 那天约座其实还不错 只是忙 就是很忙 天约座也喜欢忙 因为忙他才知道说 我在做的东西 别人也不知道我怎么做 我做成绩是我自己要的 把这个情绪 默默的把这个成绩做到 他很开心 那双一座更明显 双一座在这个时候 就是把整合自己的能力 把最好的东西整理出来 这是你最会的 把它做好就行了 嗯 所以水上情绪来说 整体来说它的成绩是明显的被看到 但是要记住很多事情 也是一样 先注意到最有成绩的事情先做 好 所以你的专注就必须把情绪拿掉 你就只有专注在把事情完成 这个角度就可以了 嗯 不过水上我觉得要拿掉情绪 很难 很难 所以我要讲这是个性 但是我必须提醒你 因为这是你最 你最需要被提醒的地方 对啊 如果真的做到了 你期待也很好 我觉得天的都很好好吧 那最后就是风向 风向 风向 风向好有双子座 然后有天秤座 还有水瓶座 风向这一年其实变化万千 风向本来喜欢变 因为风 装模不定嘛 对 它有空间嘛 对 所以可以跑来跑去嘛 尤其譬如双子座 双子座你看 因为去年的一年 2022年这一年 其实对它来说是 有一些格局上的思维的 我在不同的格局上 不同的位置上面看 那如果过去努力还不错 其实双子座在2022年 应该要升官 哦 这样子吗 应该要升官 你说2022还是2023 2022应该要升官 好 那2023呢 这时候就是多认识不同人 啊 因为2022对双子座 我这样讲就是双子座 2022如果你还在 那个表现叼嚷当 靠表现起来不负责人的样子 看起来 好像跟这个事情事不关己啊 那你要得到累积 别人看到你不太牢靠 不会给你事情做 嗯 那如果你今天表现都很负责 好 你就被看到嘛 被看到 那你的成绩就会很明显 被注意到 那被注意到的时候 人家就会想办法 想要跟你合嘛 合作嘛 对不对 跟你合作的时候 你再多交朋友嘛 先听听聊聊嘛 如果跟我 立场看法思维嘛 像party一样嘛 立场思维一样嘛 我们再试试看嘛 好 双子座在走这个格局嘛 然后天秤座 天秤座在设计一年呢 其实事实上 2023年是要被动的 这个被动什么意思呢 你要看 那它的状况比较倾向于是 观察所有环境的状况 找到可以跟我一起合作的人 那一起合作就变成什么事情 我都可以去了解一下 去了解一下呢 我去试试看嘛 去搭配看看嘛 如果既然可以搭配 我就可以比较明白 我在跟这个人合作的过程当中 能不能够创造 未来更好的成绩 而它是合作之后带来成绩哦 而且天秤座很有趣 是它回到自己本身的格局 所以这个时候天秤座 会有一些生活上的慵懒 会跑出来 慵懒跑出来就变成 看起来好像不着急 其实天秤座心里头 着急得不得了 这样子嘛 就不得了 所以天秤座在新的这一年 就是且战且戳 看看 好 譬如说这个手上几个王牌 丢一个王牌试试看 看看别人反应怎么样 大家反应还不错哦 我们再继续布局 所以你很多东西是在内心 慢慢沉淀好的 开始布局 去做这个事情 没有到不能做 但是很多事情是这样的 自己要独立完成 不容易 所以你要找好人 跟你快要合作 要找好人合作 所以听起来 风向星座 如果比起其他来看 没有火象星座来的顺遂 在2023年 可是他们的格局 符合他们要的格局 应该说 我不一定要 磨磨的机会 我有机会 我可以自己找啊 而且可以透过合作 来完成对不对 水瓶座就碰到这个问题 水瓶座什么问题呢 水瓶座事实上有些个性 蛮臭屁臭屁的 可是水瓶座有一个好处 因为它会转弯 也就是新的经营 刚好要转弯 所以看到前面塞车的 换一条路走啊 换一条路走啊 因为你不会走不了 其实水瓶座够有能力 但也够臭屁嘛 所以我每一条路都可以试试看 我走的就知道 我会不会走啦 我没有不会走啊 所以他们其实也做得不错 所以风向是在 他不要争第一 好好的做 他也是有很好的格局 甚至可能会超越火象 火象虽然有横导 很好的运气哦 那如果他不屑 不想拿到这些东西 他也比较更好 所以风向其实也有机会 超越火象 哦 因为我们刚刚讲 为什么风向那么有意思 因为我们在这个节目开始之前 跟新王子两个人瞎聊一下 发现 我们接下来2024大选 就是我们大选是1月就要选了 对 我们目前四个摆在台课上 有可能的人都是风向 对不对 我们刚刚讲到双子是 侯友宜跟 跟朱立元 跟朱立元 然后呢 川普也是双子的 川普也是双子的 他想要重回白宫嘛 对不对 然后习先生也是啊 也是双子 他也是双子的 哇塞 那哦 然后 哇 有意思吧 哇这个世界 对 那拜登呢 拜登天蝎的 拜登天蝎的 天蝎 天蝎的 OK 那我们刚刚讲了赖清德 天秤 然后郭台铭 天秤 OK 所以这些人就风来风去 吹到一起了 就合作了 我们也刚刚讲看到他们在试风向 跟试水 对不对 对 哇 OK 所以这个世界格局 不只是台湾 是世界格局 都跟很多风向 有关 OK 好 所以2023年听起来蛮值得期待的 嗯 派对呢 就需要人际关系 就需要合作 好 非常谢谢新年王子 不客气 祝大家 谢谢 IC梦想家 由鸿海集团赞助播出